我想我們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說 我們從五月十五的這一波的這個流行波 到現在今天剛好是滿兩個月 剛好滿兩個月 那我們看國外的情況 事實上在國外去年的澳洲 還有一些國家 他們第一波的疫情上來的時候 大概也就是兩個月到三個月 能夠讓他恢復到比較平穩的水準 那當然我覺得從今天的很多數字上 我們也看到的是說 在下禮拜七二七的這個降級的話 我想從公位跟我們科學數字上來看 我們覺得是更加有把握 那包含就是剛才主持人講的幾個數字裡面 第一個是說 我們已經連續的這個 二十一天都已經在一百例以下 連續十二天都在五十例以下 那我算一下七天平均值 七天現在每一天的平均值大概有二十四例而已 那這裡面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意義是說 我們有算一個叫做解封指數 就是說用康復人數去算 因為康復人數現在已經來到85%了 那解封指數看起來呢 前兩天陳秀契教授在這邊講是0.30 我今天計算的結果只有0.23 又小於0.5 所以這解封指數看起來 也是符合在七二七可以降級的這個部分 另外比較重要的是說 今天十四例裡面 有七例是在居隔的 換句話說那個本來就已經被我們框起來了 那他只是現在有陽性的這個反應 這是一個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呢這十四例裡面呢 你們如果注意看那個新聞稿裡面又提到 有十一例事實上都已經找得到相關聯的 那有三例還在調查說 換句話說今天已經是沒有任何一個案例 是所謂關聯不明的 因為從公衛的角度 最擔心所謂關聯不明 因為關聯不明就是說 不知道感染源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想從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幾個指數 都一再的顯示是說 我想七二七呢 我想我們國人現在應該要慢慢做好一個降級的一個準備 包含第一個來講就是說我們公共衛生的措施不能鬆懈 那另外我們在疫苗的施打的速度 還有這一段時間我們應該加緊速度來做一個施打 一方面是加緊施打這個疫苗 那另外一方面公共衛生的措施不能 就是說現在就是把它放棄掉 另外國家可能在這個時候也要針對降級之後的一些所謂的指引 比如說餐廳的指引 戶外的指引戶內的這些活動的指引 現在就應該好好的把它制定好 就不要再發生像這一次所謂的微解封 或者我開玩笑說微解封就是未解封的這種情況 那我想這個七二七以後如果真的降級以後 應該還是要避免這個情況的一個發生 現在看起來就是到7月26號 那大家就看說到底有沒有機會 這個整個的從微解封可以看到真正的解封 那現在看起來都是往比較好的方向去走 那尤其在雙北地區 你可以看到尤其昨天那個新北一度 可能它本來是要發佈是零確診 那只是後來又加兩個在居隔中間的確診 所以變成新北發佈是叫零加二 就是說其實看到零了 那只是因為有居隔裡面 它又出現兩個確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在雙北市來講 他們都想要拼趕快變成清零 那我認為如果你從這個各縣市自己來比較的話 台北市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新北看起來現在的狀況非常好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確診的案例都在比台北市要少 而且一度看到建林 那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可能在雙北之間 新北會比較早清零 那接下來這壓力就放在台北市 所以這個科文哲才說 我要拼到7月26號我要把它整個殲滅 因為如果到7月26號 台北市沒有辦法建林的話 那可能那外面又在講說 你看全部的人通通都在等你台北市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雙北市的壓力都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那另外桃園它是國門 我覺得今天很特別 今天那個指揮中心它所公佈的數字裡面 台北市旁邊就是桃園市 過去如果大家比較仔細一點看的話 每一次指揮中心公佈的那個表格都是雙北市 然後桃園的字體都比較小在下面 可是這次是把桃園放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都會讓這些縣市的壓力會增加 那但是我覺得增加也好 大家都全力的來拼能夠到7月26號 真正能夠解封 那我很同意剛才康復業長講的 這段時間從中央指揮中心跟地方 好好的去協調溝通 如果要解封的話 怎麼樣真正徐序漸進 而不是一團混亂有一些神邏輯 讓所有的業者能夠有所遵循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